這樣實力逃生有沒有覺得很恐怖 晚上有沒有做噩夢 老闆跟你說這樣隨便敲就可以 走在最前面的就是當時水泥除草倒塌時 正在失座的吊車司機 還好他跑得快 最后面還有三人 分別是炯德的公安和工地負責人 最後一位則是東南水泥場的公安負責人 在警方約談後被一公共危險罪移送 四人全程一語不發 實際來到炯德登記了地址 不過沒有他的招牌 而是另外三間營造公司 而且其中一間公司的負責人 還是炯德的前負責人 炯德營造前科雷雷 不但前負責人李俊德被起底 2019年11月工地有工人 因為缺乏防護設備 墜落摔成重傷 負責人挨罰3萬 拘役30天 沒想到去年換人經營後又出包 發生怪手司機拆塔時被活埋 發出爆炸聲響 起火點就在東南水泥場倒塌現場 而一旁還擺放有氣瓶 情況一度緊張 但明明已經勒令停工了 怎麼還有員工疑似在現場焚燒物品 而且還在公務局會同三大工會 技師要去廠刊前起火 被懷疑是在搞小動作 怪手的燃油可能有露出來 因為被壓到買一台 他說燃油流到側溝裡面著火 我跟他詢問說為什麼 就算是燃油會突然起火 這個部分他們也沒有很清楚 從公司歷程來看 久德從原本的1300萬資本額 增資到3600萬 似乎就是為了承染大型工程 2019年5月還以6100萬 得標中油大林場的工程 只是同一批人一再出包 告示公務局勞工局 針對東南水泥和種德營造 七處的工地進行稽查 發現人武燕潮一共有三處缺失 其中兩處已經勒令停工 小鈴鐺喔